市面上的好东西还是大量存在的 现在呢,我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那就是 古玩行里边 真品多少的问题 首先通过近20多年的一个经历呢 我不知道别的收藏品啊,拿预期来讲 预期的真品率在多少呢 看100下 充其量 真品率达到10%到15 啊,其余的85件 是不对的 这个 15%里边呢 只有 啊 12%的精品 大部分都是一个铺品 所以说 这就是说告诫大家 特别是初学者 你不要一开始就想买一些高精尖的东西 建议大家先从宿面的残片啊 从代工的残片玩起 当你水平高了以后呢 凭眼力 凭你的财力 肯定能买上东西 买上好东西 那么反过来讲 那么市面上就没有没有真东西 没有好东西了吗 其实呢 市面上的好东西 还是大量存在 只不过是经过这么几十年 有一个沉淀 大部分的好的东西 成一个金字塔的一个 一个状态 收藏的精品的东西 都在这个塔尖上 并且被 这百分之十几的人 甚至百分之几的人 掌握着 所以说整个 宽泛的市面上 你这样去找好东西 找老东西 相对难度比较大 但是呢 并不代表着 真的东西 老的东西 整个的数量 是少的 这个呢 请关注我 我会在以后的讲座 专门讲一下 古代 收藏品 或者说古代的玉器 它的量的一个大小